哎呦 滋啊 哈喽 哈喽 伯伯们 众所周知 杭州不是美食荒漠 巴比馒头这个锅 我们杭州人民也不接 上海人民去接 那今天 杭州土著依旧 第二个狂烈圈铁 看看有没有适合大家胃口的 来 走走走走 我们压箱底的早餐店 要偷偷的告诉你们了 对面就是我的母校 很少看到卖牛肉肩帮的地方是卖牛肉的 哦 整个 哦 谢谢 它是大的三块 小的一块 我们平时吃生煎包为 因为我觉得这边生煎包最好吃 然后这边标配的是一碗牛肉粉丝 这个牛肉量贼大 好 我们来一个尝一下 哦 你们看 我给的肉量是真的 如果杭州里面的煎包 应该是天花板 它这个包子啊 有一点点的那种咖喱的味道 嗯 减肝了呗 这个是饺子啊 我们来一口吃吧 嗯 个人觉得还是这个包子更好吃的一点 它的牛肉是真的 新鲜又好吃的还一样大 这么好吃的 他们家的牛肉粉丝 牛肉味还是很重的 其他家的牛肉粉丝 牛粉丝味 味精味 我们下一菜 去吃下午茶 有 这是保证让你吃到甜点 有 这是保证让你吃到甜点 今天的下午茶总算是甜品了 杭州人民夏天必须会吃的一家甜品店 开了也有加进二十年了 哇 它现在下面改放成那个 走慢点了 赶直接往主题的 不是你最喜欢吗 对啊 看这个量大不大 应该说真的是从小吃到大的 而且一直很好吃的 这一份五十三 我们加了芋圆 不加芋圆48 小狗儿看看两年没吃了 是不是还是那么好吃 真好吃 好像那个时候 那个雪花冰还很少呢 就是杭州有这样的店很少 现在还蛮朴实的 就是打出来的冰又有牛奶 又是很湿很湿的 跟雪一样的 我之前刚开的时候 每天排那种 排一两个小时才能吃少 现在都不用排这 我们在晚上过来还是很多 对对对 它的量是一如至往的巨蛋 第一次吃你就知道好吃吗 好吃 直到十年以后的今天 我一旧认为这个冰 还是杭州电话百平 那些火锅店的这种 花里胡桑的好吃多了 感觉放到美国也是可以吊打的 大家可以来试试 帮我们去吃晚饭了 今天最后一家店 我们吃一下三十年的羊肉面 哎呦好酸 羊排 羊腿 羊肉 吃了这个已经是顶配了 羊肉面的顶配 我们来一口面 面得有劲到 我们来一小口羊排 别打这一口吗 咬蛋 咬蛋不算法 嗯 它的面每次我只吃三口就没了 还好可以免费吃 我剪开眼 配一颗蒜 剪开香 再来一口 嗯 干干净净吃的 好了那今天的三家店呢 全部都吃完了 有没有符合你们胃口的 有的话帮贝贝点点赞 点点关注 没有的话也帮我点个关注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